我們來看看這個模擬器的這個積木怎麼寫 你先從左手邊開發板 我順便介紹一下 Google的就是我們WebDuno這個 Blockly的編輯器其實是借用Google Blockly 所以有些人也許有玩過Blockly的遊戲有沒有 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呢你看到左手邊這個積木 這裡到這裡就是Blockly的基本功能 所以你不管用哪一個Blockly都有 那麼這個以下的就是WebDuno自己在增加出來的 包括進階功能那些 這是它增加出來的 那我們就從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開發板 按下去裡面的積木就會跑出來 等一個都是這樣子 相關的它會放在同一個類別裡面 好你就按住它 有沒有就拖出來了 看到這個如果你曾經用過Squatch 你就會覺得好熟悉喔 只是雷同啦 就99%雷同 好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這個板子 它其實在他們家裡面 這個就是搭配他們有一個Fly的板子 跟馬克一號 所以你就用這一個 那麼我們待會兒呢 手上用到的那個叫Smart 有沒有不同開發板 你要選一下 再來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是透過模擬器 好那至於說你的裝置要叫什麼名字 隨便你啊 因為模擬器只有你們家有 你要叫它什麼名字都OK 那麼以後我們真正在控制我們的這個設備的時候 它就會跟我們那個像上網一樣 有IP位置一樣 會有一個唯一的號碼 這樣了解 有個代號你就可以用 好這樣就好了 接著我們剛剛這個是板子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再來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加一顆LED的硬體 我們硬體要先加進來才能夠怎麼樣 用軟體去控制它 等於說我先出實話嘛 我知道我有什麼東西我再來控制它 所以呢 再來 左手邊有沒有一個LED燈 最上面有一個紫色的有沒有 重點是什麼 你的腳位要對 我剛剛是不是接到2號 所以 你看你剛剛接到幾號你就接到哪一個 這跟插錯 插在哪裡一樣 插錯地方就是不會亮 好的 這樣就好了 今天Gate 給它閃爍一下可以嗎 這樣有感覺嗎 真的會閃爍 對不對 就這樣啊 好太簡單齁 你看一下它寫的程式嘛 這樣而已 對不對 你如果是Arduino還要再加一個電阻 這個是Arduino就是 不是說電阻不重要而是說 Arduino剛開始的這個入門相對是比較難一點點 跟它來比的話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就可以產生了 就可以產生了 那如果我想要跟你玩真的 我手邊這裡也有一個 等一下你們的 我會告訴你怎麼弄上去齁 在這邊 你看我在這裡 我用這個 那我把我的LED燈 我把它接上去 好 你看 真的LED燈 好 不好意思 轉錯邊 轉一下 顛倒邊 請問有沒有長短角 對不對 那一般我在接的時候不要插電了齁 我先 你看 有沒有GND 短角是在GND 你知道為什麼要接02了吧 因為02比較容易接得到嘛 嘿 啊你可以劈腿喔 有沒有 可以打開一點 但是不能完全折平喔 會斷掉喔 哈哈哈 好 如果說你的腳位比較圓的 好 你看 我就插進去了 欸沒有的 你們上課老師沒用過食物投影機嗎 為什麼你們的眼睛都八個金 奇怪 我們上課都能用食物投影機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插好了 這樣 我應該這樣子你們比較看得到 對不對 好 這個先擺旁邊 先縮小一下 這樣 那你看我剛剛這邊 這裡如果我要控制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就不是他 是這一個 那我只要告訴他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 這個 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感染嗎 對不對 一定要這樣 這樣才算嗎 這裡也算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控制硬體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了 不像以前說 欸寫軟體的就歸寫軟體 比如說以前有寫那種 高中電子科他們就專門寫那個 單晶片的有沒有 可是現在就是說 這些東西 我們用整個電腦的來控制 就相對變得容易 相對變得容易 這樣還可以吧 所以 你先讓模擬器的亮起來 好不好 待會我再跟各位講 這邊怎麼亮 來 換給你 對 這裡 店